旗帜汇聚 鼓声喧天 13号大批示威者包围的竟然是 全球精品龙头LVMH集团 位在巴黎蒙田大道的总部大楼 大批抗议人士更强行进入大楼 不但打节奏或喊诉求 甚至有人丢幸耗蛋 让室内对时充满了烟雾和红色的火光 而示威者来这里的诉求 竟然是要LVMH的老板阿诺德 掏腰包补贴入不敷出的法国退休基金 然而12号LVMH公布财报 今年第一季业绩年成长一成七 带动才登上全球首富的阿诺德 剩下来到近6.5兆台币的历史新高 数大招风恐怕因此卷入了示威抗议 不过品牌则是低调拒绝回应 同一天法国第12轮反年改示威登场 巴黎街头再度上演警民冲突 数十人遭到逮捕 尽管参与的人数规模比之前少 但在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是否违宪的前夕 仍然有数十万人走上街头 要求政府当局受回臣命 更有民调指出过半的受访者表示 如果退休改革法案被裁定符合宪法 就会支持继续商界抗争 让法国年改风波难以平息 三地新闻路全民报道